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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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林小果知道 咱们把她的礼物全吃了 她得气死了 笑什么呢 吃就知道吃 给我吃一个 告诉你个秘密哈 这个呢又是那个林小果 林大公子专程给你送来的 我们刚才已经说好了 请你很严肃地去 转告给她 以后都送水果 送花没意思 假浪漫 一点不实惠 全送水果 你还嫌不够乱呀 我这都快说不清了我 找林大公 吃吧 太好了 这下秧歌队的老人们可高兴了 小云 我代表老人们 还有居委会谢谢你 别别别 这我该谢谢您 这么多年都一直照过我妈 我得谢谢您 本来那天在郭叔六十大寿上 我就想谢谢您来着 就让那老四给我给抢来了 我都没说出来 谢什么呀 都是老街坊 再说居委会是做了些工作 可人家的贡献更大 人家谁呀 还不是大伙呗 是吧 反正这情我就 回来我慢慢还吧 那行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主任 好 有事你打电话 好嘞 好主任再见啊 再见 这个死老二 还什么也不让说 进 有事啊 有事啊 说 林小果同志 又给我送水果来了 能不能麻烦您帮我跟他说一声 就让他别来了 我对他 我 我 我没感觉 行 没感觉 那就结束嘛 当机理断 我支持 我相信小果也会尊重你的选择 我向你保证 从今天开始 他绝不会再跟你联系了 也不会给你送水果了 好 这事呢 就当没发生 不要因为我是你长辈 又是你领导 影响了你 心里的自由 你这老头 太可爱了 多可爱 怎么说呢 我要是早出生个几十年啊 我一定追你 那你干嘛不追我儿子啊 我儿子比我那个时候 有魅力多了 真是 那不一样 有眼无珠 去吧去吧 忙去吧 来 放松放松 来 放松 别紧张 对不起 差点没敢上 不好意思 我们是一个单位的 应该是我来献献 我来晚了 这是我那个体检合格证 你快去吧 说真话 我刚才都差点晕这儿了 真的 本来你晕血你就不应该来嘛 可不是吗 你说我怎么敢献献好 你得单位替我保密就行 我出去到一趟了 好好好 快走快走 疼 疼吗 疼啊 对于男人来附近 应该不疼吧 好吧sir 大人 附近 您 您刚献完血 您跟在家休息 您怎么又来上班了 来 坐 来 坐坐坐坐坐 这不是手上还有点事 没处理完吗 主任 您怎么能这么不爱惜 自己的身体呢 你们刚刚在脸色 这些一点血色都没有了 主任 刚才谁陪您一起献的血 家里人都忙 就一个人去的 这我就得严肃地批评你了 献血这么壮的事 您怎么能一人去呢 您 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 这事我应该安排好啊 我的书 没事 等我去吧 忙去吧 主任 您好好喝点水 休息休息 我呢 去买点什么西洋参啊 红枣啊 赶紧好好补补身体 不用 家里都有 家里有是家里有 万一过个期了怎么办 这现行我都没陪您一块去 真是 不用 谢谢啊 我去找唐叔再说点事儿 我都看到了 群众反应很好呢 领导干部的微信 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树立起来的 为了这点好名声 为了这点好名声 我今儿就差死在县血战了 徐迪雅 徐迪雅 你以为这把椅子就这么好坐 要想人钱显贵 就得人后受罪 这就跟唱戏一样 来 光阳 光阳 等会儿 等会儿 你怎么了这是 大伙小胖的 看我身子不太耽默想给我补补 你啊 壮子跟公牛似的 就你这身子 吃一根人参 立马得大出血 我还得喊120救你 我怎么给你招出这么多话来啊 我这些个补片 是给徐主人买的 你说这位大姐 多不容易啊 嗯 自己献完血立刻就得来上班 嗯 你说这种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去学习吗 值得 你别跟我看着 帮我拿点 一眼眼了一觉没有 老大 老大烧退了没有 下午刚凉退了 这会儿跟床上躺着呢 我这儿买了点蔬菜 嗯 晚上你给他包点那个菜馄饨 他这种病啊 得吃清淡点 成 知道了 爸 怎么 怎么起来了 我也躺不住 我想出去拉个活儿 现在正是下边高峰哪儿都堵 你在家好好歇着 我让你妈给你包了点菜馄饨 上下班才好拉活儿呢 我拉一会儿就回来 要不这份钱越欠越多 倒也是 你想出车就出吧 躺在家里边也是烦的 吃药了没有 吃药了没有 把水带着 你这病啊 就是拉活儿 憋尿憋出来的 没听医院说了 再发展下去 可就是尿毒症 要是得上这个病 可就不好好了 看这行真不容易啊 没辙呀 别的事我也不会干呀 那要不你还是别出车了 今天晚上你早点睡 明天早点出车不就结了 爸 我越歇着我心里越烦 那个分钱都好说 车钱小十万块蛋了 我得赶紧凑上 这你甭往心里去 都是一家人 你着什么急啊 亲兄弟明算账嘛 我得说好算话 我快去外回 有尿别憋着啊 要活回去了 着地屋 冬天月花飘落的街头 我都被一身滴照 多少 人的游 Than 看二哥今天又来了 最近不知道怎么 天天都来 他每个来都是一个人 那你就自己主动点 过去跟他聊一聊 问问他要不要去玩 我可不敢 人家在把我骂一对 他敢 小薇 有本事你先和他聊聊 是 行啊 反正闲中也是闲的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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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出发 开放生日之后 爱随回笑和温暖 为我展开心怀 我要喝酒 喝红酒 我会想要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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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喝酒 你能请我吗 不能 那我请你吧 服务员 开瓶红酒 记我账 姑娘 想喝酒 那桌你 那桌大哥都 叫你呢 我不叫黑黑 叫小薇 你叫什么 跟我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了 至少你得知道 是谁请你喝酒 这也算是种酒得吧 行 现在这姑娘大了够大了 这看哥帅气 好哥 哥鸣花有主呢 你们卖酒招了够多了 好 走一个吧 祝你生日快乐 谁生日 你活生日 喝不喝呀 我都干了 咱们刚才讲的这一部分呢 也是在这个股票原理中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但有一个前提 你必须了解的股票原理 然后 在你实际的操作过程之中 它能起 郭老师 那换一炸 换一炸行吗 求你了 写口券 这堂课一个多钟头了 聊点别的 什么 学术都没这么用功过 顶不住 不是 三哥 您是打算 这小破房里 拨一辈子 那也不一定啊 走一步看一步 反正也先住一阵子呗 不是 我就奇了怪了 我那儿地儿那么大 又没人 您怎么就不能搬过去呢 私事漏事 唯伍得心 文言文 报答我 怎么说啊 我跟你说个事啊 可逗 我搬这儿来的头一天 我就坐这儿 就在沙发上 我就莫名其妙地 跟自个儿说了一句 井冈山革命的根据地 这么说明白了 得说白了 你就自个儿想跟自个儿较劲 是吧 有点 不是 那这到哪天算一战呢 咱是等着十月一开锅大点 还是南长起见老就收 急什么呀 咱这不是已经胜离会势了吗 应该快了 应该快了 应该快了是什么时候啊 那等着 等着您在你那破单位退了休 等到啊 我挣他第一桶金吧 哥几个筋辛苦了啊 一人二百 您好 好好好 云姐 这是您今天的工资 六个花篮的钱 您拿好 放在这儿吧 谢谢啊 经理 云姐 你外边有客人哪 想请您喝一杯 这是给的钱 那就还要老规矩办吧 请你还他 事你帮我挡了 好嘞 再见 走了啊 走后边 行 拜拜啊 拜拜啊 钱不断了 白饭再给我一个 你喜欢的吧 什么 我帮你约 能约啊 有钱什么干不成啊 就是大款约这帮唱歌 那你约出来干吗 吃饭 唱歌 喝酒 聊天 还有 干什么不行 你知道吗 你是真纯啊 还是装纯啊 怎么了 没声音也没图像 没有 明白了 你是玩暗恋的吧 不是把脑子抽起来 行 还挺敏感的 没劲 不好玩 酒请喝吧 我走了 来 你好 坐 就算我的 我请你 你再跟我说说他们的事 好高兴 小鸭子屁 正儿八经的啊 露三 你该找个女朋友了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来了 因为它是你一个迟早要解决的问题 是 你呢 我的问题跟你不一样 我的问题是女朋友推多了 这也是我迟早要解决的问题 有一女孩 可能刚刚开始 可能就已经结束了 这 这什么乱七八糟 什么意思啊 也挺乱的 我也说不清楚了 反正是不靠谱 我跟你说呀 这女人 是一种被儿奇怪的动物 你千万别拿你的标准去要求她 因为在某些方面 她比你的标准高了去了 让你无法忘其相悖 但是 在有些方面 她又近乎愚蠢 离你的要求差着十万八千里 你听着这么恐怖啊 你怎么会觉得恐怖呢兄弟 好玩啊 好玩 对啊 这多好玩 正是因为这标准上的差异 才让男人觉得女人 倍儿有意思 倍儿想把女人搞明白 这个搞明白的过程 就叫做爱情 天哪 我头一回听你 听人这么解释爱情 那 那搞明白以后呢 再找新的呀 再找新的 对啊 好 那这离婚率得多高啊 不能够 因为有些个女人 你这辈子都弄不明白 那会儿找一狗不明白的好 至少咱可以白头偕老 是这么个脸 但是这种女人属于精品 不好碰 你碰着过吗 碰着过 碰着过碰着过 但你没瞧出来人家是精品 没用 等你瞧出来了 可这人又错过 还是白大呀 那照你这么说 碰到了 也看出来了 对吧 咱瞧出来了 可人家不喜欢咱们 还是没用 我 有掌机 我可这太难了 你毁了我的爱情观 不知道你这么说 我这辈子我也碰不着精品 未必 我瞧那小叶子就有点意思 小叶子 谁啊 你叶姐 叶琪 啥 我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 林江虎 你让老三你电话 芳荣 那个郭晓阳他真的是不在 对 我也不知道 行 那个 等等 来 完了 别生气了啊 我给你削苹果吃 这老三也是 干嘛天天躲着你啊 有什么事说开不就完了吗 行 他不理我 我还不理他呢 再不给他打电话 那可不行 那矛盾不就越来越深了 误会也越来越深了 到最后 你们俩莫名其妙分手了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多冤呢 反正失去我是他的损失 活该 我就琢磨着 这范荣啊 还真不如我写那种类型 我写什么类型呢 周慧敏 那种贤书型呢 看来你是想移情别恋哪 什么话 我这儿有心栽花花不成 我得退一步退一步海阔听功啊 不 我是抛弃的 抛弃 这不过又是林小果买的吧 你真是给惊着了你 别扔 我跟你说啊 你要真想解决这事 必须得找一个人 谁啊 林小果 我 找他干嘛呀 这你就不懂了 解灵还虚细灵人 我不找他 看一看我就烦了 看在我们不是兄弟 圣四姐妹的份上 我去 你 你 我爸 真没什么事 就是想请你吃个饭 非要找个理由 那也行 就是感谢你对我的帮助 就是挺假的嘛 行吗 好吧 那地方你定 然后下班以后我在公司梦合等你 好吧 好 不见不散 好 喂 你喂 稍等 小果 你电话 喂 吃饭 好啊 好吧 等一下 你是谁啊 蓝先生 请您点餐 我点 我 我点了啊 什么关系 来这个 再来这个 牛肉也不错 再来一个吧 您是几位啊 这不是俩人吗 那您确定需要三个头盘菜 什么玩意 头盘菜 没事 服务员 就照我平常点的那样 来个双份 嗯 再来一瓶白马庄园的红酒 好 行 那就找他说 来个双份 双份 好的 这吃鸡蛋真麻烦 不会和麻烦是两个概念 在西方 正确地吃西餐 可是绅士的必修课 菜还没来之前 教你用倒叉吧 行了 嗯 嗯 嗯 你啊 你吃大锅 你真吃大锅了 我又吃饱了 你吃饱了 嗯 嗯 我就怕生人浪费 你别吃了 你来 不饿 你来吧 你来吧 嗯 嗯 倒成这样 嗯 咱们啊 喝点酒 嗯 咬我吃 嗯 嗯 桌子是黄 行了吧 这个 方法是对了 但姿势不太美 有点粗鲁 你看着我坐一遍吧 嗯 像这样 这小块一点就行 明白吗 嗯 明白明白 那你坐一次 这净顾看你了 这没学会啊 你看我做什么呀 好看啊 没个正经的 我再示范一遍 你别走神了 行行 这小块一点就行了 谢谢 哎 你不喝酒啊 我从小啊 闻不了酒味 一闻就觉得特恶心 长大时候出去吃饭吧 我干脆就说 酒精过敏 我觉得男人不喝酒挺好的 是吗 他们那帮人说男人不喝酒不爷们啊 真够土 真够土的 爷们就得喝酒啊 我觉得男人不喝酒挺绅士的 哎 你看那些老外 那些绅士 谁没事喝得脸红脖子粗的呀 谁还一边喝还划拳 谁喝完了还 根根根根就是打酒阁 想起来都恶心 没错 我不闻你说啊 我还不吃葱 不吃蒜 你想想吃完内子 嘴里什么味儿 我觉得特别不纯粠 真的 你这人太好了呀 我就喜欢这样的男人 干干净净的 特文雅 显着特有那 那什么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不是说你 我 我就是说 那样挺有绅士风度的 小苗 说正点了啊 那你觉得我这人身上 有没有点绅士风度 我 我还不够了解你呢 但是你不喝酒 不吃葱蒜这些挺好的 这一点就很绅士 我跟你说啊 你还真是不够了解我 你知道吗 我小时候我跟人打架 我从来就不还手 为什么 我不跟他一般见识 真的 有一会儿我们在点门 一大帮人让人给堵墙角了呀 好 堵墙角了你知道吗 今天感觉怎么样 找个学问 行 我就想想下次教你点别的 行 我照单全收 您是个好老师 可是你是个不太专心的学生 能努力呗 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男人 你要学的还挺多的 我有那么差吗 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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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还要多了 没有没有 我特想听 但是吧 我是怎么觉得呢 我觉得我跟你在一块吧 就 话特多 我 不是能聊你不觉得吗 说你的事 说正理事 对对对 反正情况呢 我已经跟你说了 你回头去找老三好好聊聊 把这个误会给解除掉 咱们做朋友的 当然希望 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对吧 必须终成眷属啊 对不对 用你的话说这叫什么 这叫成人之美 对不对 来 我告诉你 你别说是我说的 你别看老三那人 平时特孤傲 奔儿倔 对吧 没戏 他这人谁的话都不听 只听我的 真的 那道啊 太好了 我再敬你一杯 咱们别老喝 喝一肚子水 服务员 服务员 先生您好 您再给我们来一份披萨 要最大好 好吧 好的 请您收到 谢谢 成吗 没问题 你这人太懂女孩子了 懂吗 喂 同志们好 这是我当处长以后啊 咱们的第一次会议 这个以后咱们处啊 尤其是这些老同志 见到我之后啊 不用叫林处长林处长 就叫小林就可以了 来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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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是 你把桌子托了 你这是又干嘛呢 你差点都掉了 赶紧给盯上去 我恐高 哄你的头 快点 这些同志实在是太没有眼力见 我把梯子拿回去 你们俩把门口那儿收拾一下 我怎么什么不行 你让我干什么呢 你没问题 你无所不得 我 什么情况 行 你帮我看着点啊 嗯 这儿 行吗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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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不高 不高了 可以了 吓死真了 有点眼力见儿 拿瓶气爽 你得那么多事儿啊 快 明天老唐就要卸任务 就要进行干部推举了 你说会花落谁家呢 你不是已经胜券在握了吗 当然 我做了那么多事儿 总得有点成效啊 坦率的讲 我觉得你输定了 我看未必啊 虽然我不像你那样 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但我明白一句老话 什么叫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 你别看你三天两头请客 很多人可能会选你 那只是一小部分人 绝大多数人 不会因为这点小恩小惠 就放弃自己的思想 行了 老三文 又来你那一套 这个世界是精神的 否则文明不会进步 但是我免费送给你一句话 这个世界虽然是精神的 但人是物质的 否则社会不会发展 可这些物质的人 一定要有精神的人来领导 要不是社会完蛋了 实践证明 历史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那我很好奇 那你说这个人是你 还是我呢 都是 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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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 也就是 没什么 回向过去啊 我忘不了 这个 团结战斗的机体 忘不了这个 我 为人生奋斗了几十年的工作岗位 一往昔争荣岁月愁 我写了一首小诗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感受 革命生涯几十载 风云变幻多坎坷 笑看新人接班来 老夫高唱 大风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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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再次用掌声 感谢唐处长的多年工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宣布 经上级预导的研究 任命徐律同志 担任徐阵处长 好 下面 我们开始投票选举 付出以下中层干部 请监委员就位 发选票 刘东梅 王一飞 郭晓阳 月平 邹小今天 郭晓阳 林小虎 林小虎 郭晓杨 林小虎 林小虎 根据投票结果 咱们处的新领导班子已经出炉 我们处的呢办公室主任 现在有林小虎同志代任 另外还有一件事啊 咱们处的原副处长 因为他自己主动离职 所以现在呢 咱们的副处长职务 由郭晓杨同志接任 老洋 你怎么来了 我憋了 我输了 不过看在多年老同学的份上 你能告诉我输哪儿了吗 郭晓杨亲自为刘傅处换的美金 他知道他早晚要出国 这个职位会空出来 他还讲了他替您献血了这件事 这是为什么 他想讨好您 他想让您把这付出的位置给他腾出来 这说明什么 郭晓杨是个极其阴险的人 他不像我们 在您领导的团队里 兢兢业业 踏踏实实地为您做事 咱们简单地说 他不是我们的朋友 他是我们的敌人 敌人 这个词啊 我可是真的很久都没有听到过了 然后想起了一首歌 朋友来了有美酒 若是那豺狼来了 迎接他的有猎枪 没错 而此一枪毙命 一枪毙命 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啊 真是了不得 有政治家的手腕 可惜啊 乱了 你 这是什么意思啊 郭晓杨已经辞职了 什么 他辞职了 那他能提供得到什么 能得到什么 就是不理前一段时间 给咱们局里的股票 当时让你们谁要 你们谁不要 结果人家郭晓杨收购了不少 知道现在多少钱了 都翻了二十五倍了 二十五倍 你 从今天起 我在这儿上班了 还有点勇气 师傅叫得好 过去吧 你搭档子你很久了 来吧兄弟 办公椅工作餐 都给您预备下了 啊 好 走了 买菜去啦 买菜去啦 哎 哎 了 呃 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 为了提拆终于世纪 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会有一种仿佛 面朝大海 春暖发开 从明天起 和每一个亲无同心 告诉他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你 我将告诉你 给每一座山顶 取一个温暖的游戏 莫行为悲悲注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提愿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